不少的是今年一個最火熱的產品 H-Lock Boost 大家知不知道H-Lock Boost是甚麼 隨便捉一個伙伴問 他都會告訴我H-Lock Boost是一個產品 再捉著這個伙伴追問時 他可能會再告訴你H-Lock Boost是一個事業商機 大家知不知道H-Lock Boost背後的事業商機是甚麼 而LT-O的真實意義又在哪裏呢 今集我們非常開心邀請到一個領導員 他對於LT-O是非常有感受 亦非常有感覺的 在說這個領袖是誰之前 他第一次接觸到LT-O的時候 他會當作是一個新產品去嘗試 因為他可以率先試用到這個產品 在他第二次接觸到LT-O的時候 他就會知道自己原來有這個領導員 可以預先做這個預購 他就很快地把自己的領導員 都已經用完了 當他接觸到LT-O的時候 他才發現原來LT-O不僅有這兩個 他所認知的意義在這裏 原來他背後還有一個 可以帶動團隊翻動的機會在這裏 之後他就透過LT-O帶動團隊翻動 成為了創業名人 亦都透過LT-O帶動了現在的團隊 是不斷地成長 那他是誰呢 他就是創業名人1K7屆 環餘領袖Shinney Chan 我們有請Shinney Hello 大家好 我是Shinney 今天很開心 跟大家分享一下 甚麼叫LT-O 接下來是一個很大的活動 大家看到LT-O是限時限制限量的 一個純粹賣物的活動 還是你真的看到LT-O是長遠穩健的組織 首先甚麼叫LT-O 我們先講一下歷史 其實在公司這麼多年來 其實我們踏入第四十年了 究竟前面的三十年是怎樣的呢 頭十年其實就是公司建立了一個理念的時期 所以公司用了一個好的理念 就是All of the good and of the bad 就是所有的產品 其實我們都是用全部都是好的材料 不用不好的東西 所以在那段時間 其實我們都建立了一定的口碑 亦都很多人開始運用我們的產品 甚至乎真的發展我們的事業 到第二十年的時候 其實公司就跟一間叫Farmanex的藥廠合作 以製藥的標準去製製很多忍用品 營養產品 所以亦都在那段時間 去創造了很多很好的營養產品 都幫助了很多人 亦都令到很多人去開始接觸這個品牌 從而有些人還發展了事業 到第三十年 其實就是Hlock的年代 就是我加入的時候 其實當時公司很好 真的佈入了一個每一年到年半 會不會有一個新產品的年代 亦都當然因為有很多科學家 技術的配合 其實產品是越來越好 所以我自己就見證著公司 運用Hlock這個科技底下的不同產品 造就了很多 不論是公司的增長 或者不同團隊的成長等等 當然其實中間 我覺得公司除了有好的產品之外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經營這個事業 運用了一個很好的策略 叫做LTO 當然大家剛才看到了 究竟你覺得它是Limited Time Offer 一個限量的限時限刻的購買 還是一個Long Term Organization 一個持續的增長 其實當時我看到的東西 初到我都不是特別看到甚麼 不過我覺得Hlock 其實底下有兩組不同的產品 一組當然是我們很強的營養產品 另一組就是我們有一個絕對優勢的Device Platform 其實當時我加入的時候 就是Spa機的年代 相信鏡頭前的你們都一定有用過 整個Device Platform究竟有甚麼呢 大家很熟悉的Numi 另外還有Hlock Mi 有Spa機 有Body Spa 其實這四個很強的儀器 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強的外在鐵三角 亦都在1718年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拿了全球 Number One的Device Platform的一個榮譽 為甚麼是叫Number OneDevice Platform 不是拿了Number OneDevice Product的獎項呢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Platform的意思就是 是一個平台 可以建立一個Number One全球的事業平台 一定已經是一個很質量的產品 才可以讓大家運用 成為你的事業機會平台 對嗎 所以其實在這段時間 這個平台已經是非常非常之厲害 但是剛才也說了 我們接下來Hlock 其實每一年到年半都會有新產品 大家都知道 我們接下來有一個很強很強的新產品 就叫Hlock Boost 大家想想這個儀器先不用特別說 有多好用 我想這些大家都會很清晰 但是最重點是甚麼 在一個全球Number One的事業平台之上 再加一個這麼強的產品上去 就令到我們整個事業平台 整個事業機會變得更加完整和穩固 當然這個產品大家都看到 它很Fashion 它很新 它很快、漂亮、短準、強健效 這些就不用特別多說了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但是在剛才說了 我們加入了LTO的一個策略 究竟是甚麼來的呢 究竟你見到它一個限量 即不同的夥伴會有不同的套數 還是真的見到我們所謂LTO的節奏 報名77的節奏 這裡我要講一下故事 其實在當我加入的時候 我當然不會知道甚麼叫LTO 只是覺得很厲害很多產品 我自己經歷第一個LTO的產品 就是R Square及Body Spa 那時其實我不懂的 甚至乎第一次公司三岁有效率 這是每個人有多少多項分igung 我便說 OK 那不如買了一套 很快自己用 用家心态看待这件事 结果我当然用得好 但没有增长 到第二次的时候 我就觉得原来公司给了这么多套 我应该卖光它 起码当月的佣金就会有增长 当然我就乖地卖光公司给了我的套数 但我发现原来身边有很多老师 他真实地运用了LTO的威力 去运用一个限时限刻的活动 去制造了一个持续增长的组织 所以他们的团队 经过两次LTO之后 砍完三部曲之后 团队是爆发性地增长 所以当我痛定思痛之后 我就决定了真的要运用LTO 去制造一个长远持续稳健的组织 其实情况大家可以看到这个slide 这个图 4-8月就是前 9-12月就是正式LTO 就是中 还有最后的持续增长 就是什么呢? 打个比喻 大家都知道冲浪这个活动 其实冲浪之前你要预备什么? 最重要当然要有个板 你有个工具 现在公司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好的工具 还有就是大家自己 你有没有热好身? 究竟你准备冲出去没有? 当然最重要就是中间那段时候 就是有个浪势的时候 你到底可不可以承着它呢? 还有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当浪过了这个LTO过了之后 其实你仍然是否在个板上 仍然是否可以持续地增长呢?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说 当我明白了真正的LTO之后 原来并不是你卖多少套素出界 而是你究竟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可以增长多少合资格 拿到套素的伙伴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就是我其中一个伙伴 经过了几次的预购之后 其实是它的成长 可以大家看到 其实它初头 当然就都好像我当年那样 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增长 但到第一次大家看到 它特别飙升那次 其实就是TR90 就是H-Log 一个很强的营养产品的预购活动 当然了 预购完之后 因为其实它都没有完全把握得到 所以有点回落 但大家都看到 虽然它有回落 但它都比在之前增长了 但到第二次 开始把握得好一点 就是我们的H-LogMe的预购 大家看到它第二个高峰 当然可能也会有些调整 但到第三次 大家看到它第三次 就是Atlumi的预购的时候 其实大家看到它的组织 就不断地增长 所以其实LTO 并不是单一个产品的碰叉叉 而是可能两至三个产品 都是碰叉叉这个节奏 其实你的组织 就会不停有一个稳健的持续增长 所以大家看到 其实它的最后段 是不断不断增长 当然它现在也是非常之好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 第四个十年的第一个产品 H-LogBoost 究竟你有没有心理准备 你究竟预备好 版本就已经在了 究竟你热好新味 你准备冲浪味 当然公司是非常之好地配合 有很多很好的 鼓励我们去做得好一点的活动 譬如人人创意星 大家都知道我们未来 我们有success trip 每一年都有了 我们有创星登峰游 海外游等等 这些很好的incentive 去鼓励大家 创意星和我们的Boost Tokyo 这些等等 全部都是公司的很好的配合 还要全球其实都有一个新的incentive 在Velocity的制度下 所以大家应该都好好地 把握去运用这几方面的推动 我自己觉得其实作为leader 其实作为leader 或者准备成为leader的利门 其实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地去运用 公司一个这么强的策略 因为其实我想新产品可以出家 很容易大家都会用到 都会很吸引到大家用 但是真正可以运用产品 设一个工具 去建立大家的长远持续的组织 其实这个策略是非常非常之厉害 亦都是功不可没 希望大家真的好好地去运用LTO 去创造更加多坚定、稳实的一个团队 甚至是一些可以持续增长的领导的leader 真的去体现到LTO的威力 亦都真正去做到Newskin的价值 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